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咱们说一下油的问题 这个油介绍的东西特别多 我本来也想多说一点 介绍的细一点 后来想一想没有必要 大家也不是做材料学研究的这块 讲的够用就行 讲我自己体会吧 因为更多的这些质量的东西 你在网上都能查得到 没必要我再给大家唠叨一遍 我就说说我自己现在用什么 我主要是用温莎牛顿的利坤 利坤那个系列 从调色的眉睫剂到上网游 我都用它的这个东西 原来也都是从材料学开始学的 从松解油 什么手油 雅麻油 怎么做手油 怎么做山王油 都是一点点自己学 一点点做 后来在网上 前些年雅昌艺术网上有一个师徒庸老师 专门有一个关于技术的一个论坛的板块 然后就在那里面看了很多东西 对材料学的了解就加深得多了 主要是从那个上面做的一些奇蒙 后来在使用的过程中 逐渐接触到温莎牛顿这个 我用的还是比较早一点 然后发现它非常好用 它这个一个系列五个品种 从比较固化的那种到非常细节化的 就是那个detail 流动性非常好的那种 所以它这个基本都能涵盖你的这种需求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上网游 它的上网游有一个好处 就是一个是它结膜非常亮 非常这个尤其是光油 我用的主要是光油 结膜非常的那个光亮 而且干上速度很快 这个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尤其像我们画古典的时候 特别担心这个画面上落尘土 你在外摆的时间越长 这种可能性越大 所以就是把屋里收拾干净 地都脱了干净之后屋里干净 你的门窗关好 然后上这个上网游的时候 它干得非常快 你的危险性就小得多 我自己主要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系列的产品 我自己感觉非常好 原来研究很多这个材料的时候 什么都接触 然后也都在琢磨各种材料之间的相互配合 有时候也会经常出问题 用了这个材料之后 性能就非常稳定了 你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自己的画面上 放在创作上 不需要像科学家一样 弄的一个大柜子里面 各种各样的东西 我现在还有一柜子 各种各样材料 各种器皿 加热的东西 什么都有 天瓶什么的 然后咱们从初学者的角度上再说一下 初学者的话基本上就用点这个 酸铁油啊 或者是这个 野蛮油啊 就是不要那个野生油 生油的话干的慢 就是熟化的 什么聚合的这种 野蛮油就行 干了之后呢 你上光的时候呢 也可以用这个传统的这种 上光油 就是这个 酸铁油里面加的这个 达马素脂 就是这种上光油 这个好处就是它便宜 这材料呢 相对来讲要便宜得多 所以这个初学者 可以尝试一下 用这个传统的材料画 逐渐的等这个 稍微有一点这个 有一点信心了 或者是这样 你再换点好材料 免得浪费嘛 对吧 用这个 纯酸素脂的这个 就是溫产牛顿这个 利昆这个 这个系列的产品呢 尤其画文化什么的 笔什么的 一定要好好洗啊 那东西不是特别好洗 正常来讲 它是溶解在那个 就是这个 白酒精里面 就是也是 也是矿物 矿物提炼出来的东西 也是化工材料 它溶解在那里面 但是白酒精也挺贵的吧 白酒精材料不便宜 所以大家就是 洗完笔的时候 洗笔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点 给它洗干净 否则那东西 要是干了的话 那就非常容易 非常硬 不好 再做处理了 这个就是我的一般的 关于用油的体会 我有一个很大的本子 就记录了这个 各种材料 但是我认为 社会技术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没必要再做这个 就是对我来讲 没有必要再做 再去把精力都放在那上 在过去的学习的过程中 了解一下 明白一下 就是你到商店去 这些材料的都是干什么的 你心里也要有数 自己真正用的时候 找到一套 适合自己的材料就可以 我在澳洲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 是开化材店的 我在他那个化材店里 我还带过好长时间 研究各种不同的材料 和我以前学的这些资料相互对应一下 我感觉从了解知识的角度讲 了解一下就可以 从用的话 你就找几个成熟的方案 直接用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经历上 还是放在这个画面上 放在自己想要画的东西上 这个技术材料这些东西 已经有人给你解决好了 你就不需要抄太多的信了 像古典的这种方法 过去就是用油的时候 画呢 用生的这些 18世纪以前都是用核桃油 但后来是用亚麻油取代它了 亚麻油用生油的时候 它就干得特别慢 所以它就可以细节上 一遍一遍的 有充分的时间做 那这个像这个 到现在来讲 这个时代来讲 就是说这个 有的时候你需要加强一点 工作速度 工作效率 你需要一个思想的良观性 所以它这个 温纱的这套东西就很好用 画完之后 它干得快 你第二天 你可以再画 再画 再画 你持续的工作 每天都可以叠加 这样的话 它的干料速度 它的结膜的情况 就像过去这种 材料用不好 它会发裂 两个油用不好 它就会裂开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文莎的这个材料里面 它的这个结膜的这个延展性都特别好 所以基本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画的时候就比较放松 更多的精力在画面上 这就是我一些基础的这个使用感受 这个不是什么广告 这就是个人的这个使用情况 使用情况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一些材料 行 这就是 这就是一些基本的使用概念 概括性的东西 可以了 这个 大家有谁对这东西 对材料确实有感兴趣 然后我再细讲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先起个头 看看有没有人感兴趣 再说 好 就这样 谢谢